OK,那接下來我們就來選單裡面 OK,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分享一下這個R3所有選單的內容 就是我覺得比較特別 就是可能R5、R6、其他相機沒有的一些特別事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R3一些特別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R3選單裡面特別的一些功能 就是R5、R6還有其他系列的沒有的功能 就是我可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R3選單的部分 就是我覺得比較特別的功能 就是R5、R6沒有的功能 然後其他系列也沒有的功能 或者是我想要特別深入去分享的功能 我就會在這裡跟大家做分享 OK,那接下來我們就來深入的跟大家分享這個R3的選單 所有的選單大家都會看到 然後我也會挑一些我覺得比較特別 就是可能R3只有R3有的功能 就是R5、R6其他系列沒有的功能 我就會深入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如果你是會拍JPEG直出的人啊 那它的JPEG選項就是它的壓縮比例 看起來是可以挑選的 就是你可以從1到10 然後去調整你的JPEG的壓縮比例 這還蠻特別的 那你的RAW就是6000x4000的解析度 那你的RAW檔就是6000x4000的影像尺寸 那你這裡有一個裁切功能 你就可以用全片幅 或者是1.6APS-C的尺寸 或者是其他的你想要裁切的尺寸啊 那這裡這個選單裡面還有一個HDR拍攝 那我是覺得 這個選單裡面還有一個HDR拍攝 這個選單裡面還有一個HDRPQ的拍攝模式 那第二頁的選單裡面有HDRPQ 那這個東西呢 我覺得其實平常人應該不太會用到吧 就我自己是都拍RAW檔 所以你自己可以調整 那JPEG到底可不可以用了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沒有測試 我直接綠過 因為 反正功能在這裡 你要不要用 隨便你 OK勒 第三頁我們看到防止閃爍拍攝 然後第二個是HF 防止閃爍拍攝 那這兩個有什麼差呢 我就有問一下電源說 這到底有什麼差 那第一個 防止閃爍拍攝 就是你平常 那大部分的CANON相機 從EOS系列就已經有一個功能 防止閃爍拍攝就是它會自動偵測 像是我後面燈它的閃爍 那它會自己延後你的觸發快門的時間 然後讓每一張照片都有同樣的曝光 很酷吧 然後第二個HF 防止閃爍拍攝 那這一個 你可以調整自動 就是它會自動來偵測 你的適合的快門速度 那它還有一個手動 那手動你如果開起來的話 你就可以自己調整你的快門速度 以0.1的 不0.1 0.1分之1 這什麼奇怪的 神奇的 這什麼神奇的東西 就是又有小數點又有分數 但是就是你可以以更小的值來調整你的快門 去微調你的快門 達到不會有 又有小數又有 是嗎 又有小數又有分數的一個神奇的數值 反正呢 你就可以有更細微快門調整的區間 就是你可以超級細微調整你的快門速度 然後來搭配你的環境來拍攝 很酷 很酷 Lions 人ivity 我們就快速滑過我們的選單 我們就快速滑過我們的選單 我們有一個高速 我們就快速滑過我們的選單 裡面有一個靜音快門功能 我們快速來到 我們選單快速來到第7頁 有一個靜音快門功能 這個靜音快門功能就是使用電子快門 沒有機械就是靜音的部分 就是這樣 我們快速來到第7頁 有一個靜音快門的功能 這個功能打開它就會自己幫你調到 第7頁有一個靜音快門功能 簡單來說就是使用電子快門 然後它沒有模擬快門的聲鈴 就這樣就可以得到一個靜音快門 那你如果想要聲鈴 或者是你想要使用機械快門 你也是可以再把機械快門打開 或者是使用電子前連快門 就是電子前連 然後後面再用機械去把光遮住 其實都可以啦 但是如果你已經買到R3 理論上你應該就是會使用它的 全部都是電子的快門 因為你這樣才可以得到最好的對焦 然後還有最好的連拍速度 好來囉 來到第8頁有一個自訂速口 的部分就是你SET 來到第8頁我們有一個自訂速控的部分 那就是我們拇指按了SET 直上有一個Q 那個就是速控 那你就是可以來調整你的速控選單裡面 就是兩條在螢幕邊邊 到底你想要顯示什麼 你想要設定的功能 這我覺得還蠻讚的 就是你平常我的相機是沒有這個功能啦 就是它給你什麼就是什麼 但是你這一台R3你可以自己來調整你想要放 你想要連拍的速度啊 然後你想要白平衡色彩風格 然後什麼追蹤之類的 你都可以全部自己來自由編排 你可以自由編排 然後自由挑選你想要什麼東西出現在你的速控選單裡面 來到第9頁 然後來到第9頁 我們的顯示模擬 它的顯示模擬有三個選項 來到我們第9頁 我們來到第9頁 顯示模擬我們有三個選項可以讓你選 第一個選項就是曝光加 Depth of Field 就是頸身的部分 所以你如果在縮光圈的時候 理論上你就可以馬上看到你的頸身到底在哪裡 就是你直接 它就直接幫你縮光圈啦 因為它的ISO應該是夠高 所以它可以模擬 就是現場 就是你不會因為縮光圈縮到22 然後讓整個影像真的是雜訊大爆炸 不會應該是不會遇到這種問題啦 第二個就是曝光 第二個就是曝光 第二個曝光就是沒有 Depth of Field 沒有頸身的部分 變成曝光 你可能光圈縮到22 但是它模擬只有曝光 所以它可能光圈是全開 但是它把快門變成很快很快 這就是只有曝光模擬的部分 第三個就是只有在你按緊身按鍵的時候 第三個只有在按下緊身按鍵的時候 它才給你看一下你的即時的 第三個 第三個呢只有在按下緊身 第三個呢 第三個選項就是只有按下緊身預覽的時候 它才給你看一下你到底曝光長怎麼用 那第四個就是關閉 就是沒有這些東西 第四個就是關閉 就是它自己隨便亂跳這樣子 從前幾已經看了 對 還有3個 所以我們 有一個做法 她隨便 走我們 離開 你